Ranger 是嗎? 我們Ranger是去哪裡? 貢寮 喔貢寮那邊的山上 是不是還有發放午餐是不是? 你有知道? 哇他還用那個工具盒裝 我看你看好像很可愛 那盒子他收回去了 盒子現在在我那邊 我怎麼沒看到本體 先晾乾 喔我想說怎麼沒看到那麼可愛的本體 我現在沒看到還不錯 對他是說工具箱 喔不錯 對我剛剛看到你那個蠻可愛的 哇這個車頭霸氣喔 6月13號發表 現在都已經8月了 我們才在拍 哇那邊還要先讀書 先舉光日是不是? 先看一下他們的廣告 有三個車款 XLT WiseTrack是不是? 還有RAPTO 唱RAP的機器 RAPTO RAPTO這是什麼意思? 夢情 夢情喔 RAPTO 我想說很高兩RAP的機器叫RAPTO 有三個車型 哇這是有黃色 橘色 寶藍色 你覺得哪個顏色好看? 我覺得橘色其實蠻好看 橘色蠻帥的 強調多用途 無論工作出油或入油 這很難的 這個要日常使用停車位 你可能很難找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門口那邊有一台 你不覺得很難停車嗎? 一台要兩個車位 對啊 WiseTrack是全新風潮式的格柵 搭配LED的方形燈具 它是一個這樣 它是內雙C是不是? 外雙C是這樣嗎? 不是掉下的嗎? 不是喔 外雙C是這樣喔 內雙C是這樣好不好 連鏡還不錯 顧特異的 看起來是蠻有粗壯的感覺 不過這個頭燈看起來真的蠻有質感的 就是看起來是高級車的感覺 前面有一個FORD字樣 前幾代很多人會去改啊 對啊 我們那台就有改啊 然後它現在這次就直接附上去不用再改了 你只要想辦法拿毛筆 把那個FORD塗白就好了 比較明顯嘛 有人喜歡把那個FORD塗白啊 這燈具看起來真的是蠻有質感的還不錯 一台車燈具做得漂亮我跟你講 就成功一半 它裡面有打字 一體式 尾門側踏板 從這邊可以踩上去 所以你140公斤都可以這樣爬就對了 只要你不要超過140公斤 不過我這樣看側面 它這個輪胎看起來就太小了 這個是最大的輪圈 這已經是最大的 已經18吋了 怎麼看起來可能車太大了 看起來好小 尾燈還有燻黑耶 然後這個Y-Track上面有行李架 高還要更高 車已經夠高了 上面再頂一個貨卡在台灣 很多工程老闆很喜歡買 輪胎一定要這樣 噴到到處的泥巴乾掉就很屌 255 70 17是最基本的 那再來的話 可是它Raptor為什麼變17 為什麼中間的 價錢是這樣123嗎 那它中間的是18 但是上來以後又變17 可是它變成285 比較寬 但是沒那麼大 我知道它是不是配這個 巧克力胎 頂級的它會配巧克力胎對不對 黃色不是巧克力胎 橘色那來頂級的才是巧克力胎 裝到盲點 懸吊前雙A倍 附液壓檢腎筒 後懸吊是葉片式彈簧 Raptor Fox 2.5 吋 Live valve 避震器 後懸吊為線圈彈簧 我跟你講線圈彈簧就是那個 貨車給他辦 它是一個板子然後上面是彈簧 應該是一個連桿然後彈簧 應該是 喔這個才是葉片啊 前面兩個版本是後面是葉片 只有最後一個版本是有附彈簧的 附那個線圈彈簧的 對不對 對然後比較好的避震器 來來來來是這樣 哇這麼專業喔 進入角30度 然後頂級是32度 穿越角21 頂級24 離去角20 喔真的都有增加了 等級比較高的都有增加 進入角 穿越角離去角都稍微比較多 離地高度的話 喔更高 好頂級的它車高是更高的 涉水深度也是更深 所以前面兩個是等於是有一點像 小霍卡的工程車的那種設計概念 你應該沒有開吧 你應該是坐而已 對我是坐 那有沒有覺得晃來晃去的 有點恐怖 真的喔 對對對 就是看起來其實沒有很斜 但是真的坐在裡面感覺就是 整個人都變歪的 喔你看中間不會磨到 有沒有 這個進入角離去角 360度環景 喔對 這個車會有死角喔 所以你在開當中就可以看得到 它給你看車頭下面 很帥的 你會覺得好像快翻車 對 坐在裡面冷汗直流 尿都滲一點出來了 還滿好玩的耶 很少也沒有機會 就大概這邊 那麼久了也沒有機會去玩這個 玩泥巴 載重1017公斤 然後最頂級的載重最輕 我覺得那跟懸吊設定有關係 因為那個金阿板有沒有 葉片彈簧那個可以承重比較重 因為那個是貨車的設定 喔還有分耶 一個是渦輪增壓 一個是雙渦輪增壓 不一樣耶 所以頂級的有205匹 基本 哇那麼重一台才170匹喔 可以啦才有扭力大一點 對它扭力你看有41啊 170也有41啊 205匹的有到51 六速的手勢版 哇實速耶 看來好像是要買這個版本 好像比較 屌一點 電力的好像也是那一個版本 就是上一代的這個版本 WideCheck這個版本 喔所以這個 看你的那個取向 也能回來是要當公地車用 然後可能就買這個 170匹的就好 喔這頂級的弄到292去喔 喔它是3000的啦 V6耶 汽油的耶 買這個啦 要買這個啦 汽油引擎 哇3000V6 292P 啊實數手自排 要買這個吧 沒有可是真的你如果是 for那個工程使用的話 是柴油比較耐用 扭力比較大 因為你要載重 那你看汽油剛剛它那個載重 底盤的設定跟那個 引擎的出力可能扭力啊 可能載重就沒有那麼大 你看這3000CC扭力才多少 人家第二個才2000CC 就51了耶 所以這個是載貨設定的 載重設定的 時速手勢本來就是爽的 欸10.1吋 這個大螢幕喔 喔它做直的喔 旁邊的出風火車好突兀喔 它這個橘色框有點突兀 因為它其他地方沒 有沒有你看方向盤 這個下面這個框框 大得很突兀啊 有沒有 這個方形的框 寫Raptor那個框 也是很突兀啊 我覺得它這裡也要點綴 你就一樣 你這個角度看過去 你能看到橘色就覺得 哇這個兩個好明顯 然後旁邊只有一點點而已 但右邊沒有 右邊至少要一條 橘線之類的 有沒有 不是一般車子設計都習慣這樣 不過看這個空調旋律 看起來有一點連架感 為什麼 是把人家拍得不好 呵呵呵 喔不過下面這個空調 液晶螢幕 整合在裡面了嘛 對不對 來了 欸人家中文的耶 8吋的全彩數位 哇 8吋比較小耶 比剛剛那個喜美還小嘛 喜美有10吋 你看對著這個框框中間這裡 左右兩車真的不適 欸帥喔 四環錶 緊線越遠模式使用 還有水溫 油溫 這是眼晴溫度吧 福特 然後這個是 不是福特啦 Volt 電壓啦 電壓錶 呵呵呵 還有續航 剩下的油的續航 比較高等級的才有12.4 就全部了 剛剛那是比較低階的 三車接配備 真皮方向盤 外界有橘色縫線座點綴 喔都是真皮方向盤 不錯喔 對啊你看它這邊 橘紅橘紅橘紅 要不然你就是車縫線要橘紅 比如說中控台這邊那個車縫線 感覺有整體性一點 哇安全帶是橘紅的嗎 喔不是 是兩側有橘紅色點綴 後座充電口 然後前面有Type-C跟USB-A充電口 無線充電板 但是你去越野 無線充電板可能 手機會在這邊噴來噴去的耶 除非它真的非常的繁華 唉唷把手在扶手上 喔這樣用捏的 對 用捏的開門 唉唷蠻特別的 喔360度環節 在這邊 還有什麼 電子後軸 差速器的鎖定 並有電子式的加力箱 有2H 4H 4L 4A 那XLT版本就是沒有 差速器沒有智慧型 喔所以XLT版本真的就是 可以回去載跑工程 什麼都最陽春 回去跑工程 可以載很重 它有基本的2H 4H 4L 可以選 但就沒有那個4A 對沒有那個智慧型 喔這個排檔感不錯 蠻帥的喔 哇那個XLT跟 那個很像 S-Core那種 很像 喔這個比較帥 像飛機霸 那個擋霸這樣 帥 T字型 欸冷氣出風口也是風潮式的 有認真耶 我跟你講 後面我看到有一個 喔 有120V 好屌喔 所以可以在後面 泡咖啡 擦鋁 泡咖啡可以喔 打果汁機 像柯P一樣 在後座打果汁機 打電動 對擦PS5打 對不對有擦頭 你就去那個小北百貨 買一個延長線 擦下去 拉出來會有一拍開關 那你就可以盡量擦 不知道幾瓦喔 他沒有講喔 看怎麼說120V 對啊 不知道可以用到幾瓦 這很重要耶 能用到幾瓦 不知道一直跳電 對不對 我們去那個原油會 電口飯炒下去 在那裡 炒香腸 在車上大廠炒香腸 對啊 我可以牽液長線 拉到後車廂啊 為什麼 我在後車廂炒啊 錄影啊 回不了家 沒有啊 看他幾瓦啦 整台都燒掉 不過應該是沒那麼大 應該沒有1000多瓦 那麼大 然後主被動安全 有9具安全的輔助氣囊 搭配Copilot360 陽春的就沒有360跟環景 走坡緩降 斜坡起步 反側翻控制 車身穩定控制 等多樣安全輔助系統 感覺有Range系車系的標準配備 人家有防側型 你會怕人家翻車 黃色看起來真的很像中滑電信 工程車 怎麼會 以後中滑電信 直接把這顏色不用烤漆了 哇還有空拍機耶 你看 你看那麼認真 空拍機你拿個GoPro 就去騙字騙喝 人家他穩定氣這樣 空拍機 你拿一個GoPro 就去騙字騙喝對不對 人家建議售價 XLT版本 133.8萬 Wine Street版本 156.8萬 Raptor版本 206.8萬 哇買到200萬喔 欸這馬上高級車耶 所以以後看到這車在路上 你要知道 這個不是便宜的東西喔 這車我們真的是 比較少研究 也比較少拍到片 你看這個木工師傅 它在Cost木工師傅的車 這還可以停價喔 這很像以前的那個耶 貨車都有 它可以用棚子 你知道嗎 它可以插罐子 然後就會有一個棚子 而且它不會炒倒戶 它這個設計就很像以前的貨車 後面有木斗 木床的 然後就可以插管子 然後就可以把那個棚子這樣拉起來 綠色的棚子 反正就可以這樣掀開 而且賣售都 我說賣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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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ger 新型的Ranger Ranger Ranger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好不好有興趣的可以自己去試一下看一下 那這個做新車的影片 是多做的 大家記得多分享訂閱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掰掰